我們的農業部長 以被告身份被被檢傳喚 院長 我想請問一下 以現在的一個狀況 操私的弊案 現在在偵辦中 是不是應該讓陳部長 停職接受調查 被告不是自己選擇的 所以您現在仍然信任陳部長 所以你現在仍然背書陳部長 我們在政壇這麼多年 好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陳部長 昨天去北檢 您是以證人身份 還是以 這個被告身份 我是因為去年有人有人提告我說 有用被告身份 所以你是以被告身份 好 那麼我就請教院長 操私弊案 之前有監察院提出來的報告 那麼說事實上讓政府浪費了超過五億元之多 而且呢他現在對於農業部也提出來糾正 而現在站在您旁邊的我們的農業部長 昨天以被告身份被北檢傳喚 所以院長我想請問一下 以現在的一個狀況操私的弊案在北檢 現在在偵辦中 那麼是不是應該讓我們的陳部長 停職來接受調查 請問院長 三點回覆 第一個 被任何一個人告都可能成為被告 被告不是自己選擇的 這個身份是因為這樣 所以您現在仍然信任陳部長 第二個已經在法院系數當中 那就應該讓他去充分的說明清楚 這是第三點 第三點 我們還是要回來談電能源證證 我晚上就會談 所以你現在仍然背書陳部長 我要告訴院長的是 當時啊 部長在之前好幾次在立法院裡面也幫超私背書 還說超私不是藝人公司 還說超私沒有問題 但是他現在以被告身份被調查 我要特別講的 因為在調查中的案子 部長現在還在這個有部長的身份 說實在 他可以輕易的去湮滅一些證據 那所以我在這邊就是為什麼要院長來問這個問題 既然大家高度的關切 院長如果你今天用這樣的一個背書的一個態度的話 那麼未來你還是會被追究政治責任 好 委員我們在政壇這麼多年 你我都曾經被列為被告過 只要有人告我們就是被告 這不是起訴的問題啊 我是被你們潘孟安那個錄誹謗 跟部長的圖力完全不一樣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台北地檢署偵辦的超私公司進口雞蛋案 在今天呢 前農業部長陳其仲 還有中央續產會董事長林聰賢 以及現任的農業部長陳俊濟等三個人 是以被告的身份遭到了傳喚 到北檢說明案行 那在9月24號呢 北檢指揮的調查局 繽紛十四路展開了搜索 付訓之後 預定超私負責人 秦宇喬是200萬元交保 同時對他限制出境出海 不過今天 北檢是進一步偵辦的超私案 其中呢 用被告的身份傳喚了陳吉仲 林聰賢還有陳俊濟 這三人道案說明 剛剛三個人也在律師的陪同之下 抵達了北檢 來看最新的情況 部長今天是以被告身份來 小心喔 來小心喔 慢慢加油 小心喔 小心小心 部長你會死 部長你會被告什麼話想說嗎 部長你會被告什麼話想說嗎 部長你會被告是不是覺得算 你慢慢推就好 小心 後面強道囉 樓梯道後面喔 小心後面喔 部長這邊請 好 謝謝 來小心 樓梯道路 不好意思 小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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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今天是以被告身份嗎 今天被告身份有嗎 準備什麼東西 小心喔 小心喔 部長今天是被告身份來的嗎 沒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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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任務是 產銷是要平衡的 中間戲廠會也是對不對 現在是產量過剩喔 要減少喔 中間戲廠會現在不只沒有減少喔 它還倒貨進來喔 你贊成他這樣做是不是 不是我贊成這樣做喔 這個是在產價調節的一個環喔 因為 這個進 調節是應該減少它的量 讓價格回升啊 要倒貨不是價格又一台高 這個就是 你怎麼會 你這個火上加油 你要解決問題的人 接我去製造問題 這人民不會憤怒嗎 求我們善良的農民是不是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最近啊 雞蛋盛產 我們的蛋龍跟蛋桑啊 都很慘 可是我沒想到的是 最近中央戲廠會還倒蛋啊 還倒後 進我們的這市場 不是應該減少這個蛋的量嗎 怎麼中央戲廠會 還火上加油呢 這裡面出了至少有三大的衝擊 第一 有沒有衝擊影響到我們蛋農的生計 第一 破壞了你農業部最重要的任務喔 產銷的平衡 第三個肯業會出現的 你現在釋出的 是去年過期的蛋 或者即將過期的蛋 等一下這部分我們要好好談 我會有數據給你看 有沒有 過期的蛋或即將過期的蛋 吃到我們的肚子 我畫這個問號 等一下不來談 來這三部份我先問你 部長 這次產銷失衡 就是蛋太多嘛對不對 你的任務 跟中央戲廠會的任務 應該是從 機能減少啊 結果為什麼 反而中央戲廠會 從今年5月17日開始 到現在已經5T次 公開飆收蛋 那兩塊像多少 你把它倒下去 火上加油 我算起來 錢液蛋 加上蛋黃液蛋 茶葉蛋 乳蛋 你如果算是用顆的這個顆量 大概已經倒進市場 兩千 兩百多萬顆 這個會不會太離譜了 你要解決問題的人 接我去製造問題 這台灣會告訴我什麼 生機能的幕 還不能有是不是 如果從行政學上去看是什麼 行政管理上是什麼 失職失能 又失德 有些農民都已經氣到 說去過 我實在不好意思說 很夭壽的 你沒有解決問題 你中央戲廠會這時候 要倒貨進去 現在畫面 你想像那兩個畫面 蛋車 你去買 吃掉的錢就不夠了 弄到後來 前幾天 有那麼多媒體 都報導那個畫面 大家想一下 有些為了要減少蛋 再進到市場 拿去起低 就是要減少它的量 結果你想像這邊 這多心疼的事情 結果你現在這邊的畫面是什麼 中央戲廠會 為5月17日開始 你要倒到市場裡面 倒了 兩千兩百多萬顆的蛋進去 這人民不會憤怒嗎 救我們善良的農民是不是 保重 這個中央戲廠會到底在幹嘛 因為天安市民 搞我的問題嗎 他反而製造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 我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想 整個的一個雞蛋的產銷 第一個 我們是回歸到市場機制 那農業部的任務 就是能夠穩定生產端 跟消費端的部分 然後中央戲廠會 本身他富有 他的虛目法是富有產銷調節的部分 我要跟委員說明 中央戲廠會 他的 不好意思我先拿進去一下 你的任務是 產銷是要平衡的 中央戲廠會也是對不對 現在是產量過剩喔 要減少喔 中央戲廠會現在不只沒有減少 他要倒貨進來喔 你贊成他這樣做是不是 不是我贊成這樣做 這個是在產銷調節的一個環 因為這些 調節是應該減少他的量 讓價格回升啊 倒貨不是價格又一來一高 這個就是 你怎麼會 你這是火上加油 怎麼會是解決問題 就在類似112年的多 我們的進口雞蛋為什麼會 那麼多報廢 因為我們是看到市場的蛋本身 的價格穩定 我們不會往市場裡面去倒 那是生鮮雞蛋 那這個部分是 他是已經是一個加工蛋 加工蛋的標的 跟生鮮雞蛋的標的 市場是不一樣的部分 第二個 你今天 保重 異蛋叫生鮮的蛋 我以前 我如果有吃異蛋 我蒸了一個蛋 我還需要去吃一個雞蛋嗎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新聞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不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修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